哈囉大家好我是橘肉 在我的第一部影片裡我有提到過 學英文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當你在上網查資料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時候用英文會比用中文搜尋能夠讓你得到更多的資訊 但是我一直沒教大家到底要怎麼用英文來查資料 所以橘肉這次就要來教大家如何用英文關鍵字來查資料 首先如果你對自然科學類有興趣 例如你想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形成的 只要利用How it formed這個關鍵字 例如龍捲風是怎麼形成的 你就可以輸入How tornado formed 大峽谷是怎麼形成的 How grain cannon formed 那如果你想知道一件物品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就利用How it made這個關鍵字 例如一顆棒球是怎麼做出來的 你就可以輸入How is a baseball made 再來要教大家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去搜尋圖片 我們以汽車car來舉個例 如果你在google只打上car這個字 10張有9張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汽車一定只能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其實可以加上幾個簡單的關鍵字來改變圖片的視角 例如在car的後面加上front view 搜尋的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同理可證 側面就打side view 後面就打back view 那如果你喜歡從上面往下看 所謂的鳥看圖 就打上overhead view 那如果你想看物品的剖面圖 就打上cross section這個關鍵字 如果你不喜歡搜尋實體圖 想要平面式的圖片 就打上2D這個字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講的是構造圖的關鍵字 如果你想了解生物各部位的英文 例如蚊子的生物構造圖 那你就可以打mosquito anatomy 但是anatomy這個字只適合用在生物類 如果是物品的結構圖呢 只要換成diagram這個字 例如突擊步槍的分解結構圖 請打上assault rifle diagram 以上教的這些圖片關鍵字 只要好好利用 你會發現搜尋圖片 會變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喔 JROR是個很愛看電影的人 每部電影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片段台詞或是音樂 所以如果你想搜尋一部 電影比較有名的片段 就在電影名字的後面 加上famous things 如果是經典的台詞就打上famous quote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部電影裡 所用的主題曲 插曲片尾曲等等的 就在後面加上soundtrack這個關鍵字 如果你要找的是純音樂背景 沒人唱歌的那種 就在電影名字的後面 加上score這個字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電影很感興趣 那就一定要知道 imdb internet movie database這個網站 號稱是電影界的危機百科 最後一個部分要講的 是屬於比較學術性的關鍵字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研究一些阿里布達的東西 你一定會用得到 比如說犯罪率這種東西 如果你想知道 世界各國的犯罪率分別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輸入 crime rate by country 如果是要按照性別來分類 就把後面改成by gender 按照種族 by race 按照年齡 by age 等等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自由發揮你的想像力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一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例如電影裡常常聽到的 IRS DMV是什麼意思 那你就可以打 What does IRS stand for 就會有搜尋結果告訴你 IRS就是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國稅局的簡稱 DMV就是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 監禮站的簡稱 如果你想知道一個單詞的定義 就在那個詞的後面加上 definition這個字 就會出現音音字典的效果 最後蒟蒻再送大家 三個跟統計學有關的圖片 關鍵字 分別是圓柄圖 Pie Chart 曲線圖 Belker 還有線條圖 Bar Graph 以上希望大家都能夠找到自己想用的資料 或是圖片 還有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喔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英文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主流的英文教室 我們下次 見